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3日 阿根廷期待拉走3分 周五早上 2022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继续进行 届时委内瑞拉将会在主场迎战阿根廷 两队在今夏都有参加美洲国家杯 主队委内瑞拉在其中的分组赛中垫底出局 而阿根廷则夺得了该项赛事的冠军 可见两队实力悬殊 此消比掌之下 金杖座镇主场的委内瑞拉恐怕难逃一截 2022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目前已经进行了六场比赛 而委内瑞拉目前排名倒数第二 六战路得一胜一和四负的战绩 仅在微弱的优势强过同击四分的秘鲁 成绩不佳源于 他们在比赛中较为被动 其中五场都是先失球的一方 在开赛阶段连续三场悉数被对手零封 此后及时以2比1战胜致力 一难掩球队实力不足 其中缺失进攻办法是球队的难题之一 六场比赛仅有三球进账 其中二球还是后卫攻入的 不难发现球队整体表现正如在此前的美洲国家杯一样难尽人意 再者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近年的六次交手 球队仅仅在一场无伤大雅的国际游异赛中战胜过阿根廷 其余比赛则非负集合 难有胜计阿根廷的实力将会是委内瑞拉无法跨越的大山 此番再战 委内瑞拉以输少当赢的心态去面对更为之实际 作为南美洲足球传统强国的阿根廷 自1958年来球队 就再也没有缺席过世界杯正赛 赢得今夏美洲国家杯冠军的阿根廷 尤利安努 美斯领衔再度出征肯定士气十足 他们目前在该赛事中录得三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排名仅次于六战全胜的巴西 这帮表现还算可观 虽然排在他们之后的追兵还有巴拉圭 乌拉圭 哥伦比亚以及智利等世界杯常客 但他们距离阿根廷还有一段差距 球队完全可以用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本场比赛 毕竟对手还是实力欠佳的委内瑞了 需要知道的是 阿根廷在上一次在法定时间内 输播已经是2019年7月的事情了 可见球队近年来的比赛状态十分稳定 加上今次阵中保留了美洲国家杯冠军班底球员 是以阿根廷出征有望凯旋而归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页